原标题,国产主战坦克现在化的一个大人人,让重新材游戏做到世界领先7月15日,据国内媒体报道, 兵器工业集团北方同有动力集团有限公司,在军用高速大功率发动机专业化研发生产领域,拥有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关键技术,形成了具有国际、国内先进水平的自主可控整机技术开发能力。 日前,动力集团借助军工技术优势,为无锡动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,成功研发145系列现金民用动力系统,成为动力集团居民通用技术转化的成功办例之一。 凭借军用动力核心技术研发体系和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,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完成145飞道路用柴游戏一样机开发,功率达到880千瓦,综合性能指标达到同类产品现金水平,成功实现预期设计目标。 军事专家告诉记者,北方通用动力集团有限公司,是我国唯一的坦克动力研发生产厂商,国产96是800马力588千瓦主战坦克,99是1200马力882千瓦主战坦克,99到改是1500马力1103千瓦主战坦克才有发动机,军尤其研制生产,曾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军事活动。 2018年7月5日下午,其成赴俄罗斯参加2018坦克两项比赛的96B坦克装备的,就是其人质的1000马力柴油发动机。 在去年的比赛中,96B主战坦克,其优良的机动性让人刮目相看,以至于俄罗斯在最后的决赛中竟然暂停直播,以大家都喜以为常的方式,又赢得了冠军。 实际上,沃国坦克动力的发展方向,主要有三条道路,一种是德国路线,M2U系列发动机最为典型,虽然重量较重。 但何以军,您同有,如德国报二坦克动力MB873的民用型号,是MB331系列发动机,在其基础上又衍生出了M2U39U民用柴油机。 德国的知名辆用柴油机发展路线,大大降低了其研制和生产成本,M2U39U民用柴油机曾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,进行许可证生产。 该柴油机可以广泛用于国内各种舰船,大多位匡用自卸车,油田机械动力,铁路机车,工程机械,发电设备,特种车辆动力等。 由于种种原因,我国并没有采用M2U39U作为坦克动力,而是自新年发了新一代150HB军用大过滤柴油机。 另一条路线是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发展路线,走专业坦克发动机之路,例如乌克兰研制的6TD2柴油发动机,除了本国T84装备之外,还因为价格较低装备到我国出口,到巴基斯坦的MBT2000。 主战坦克上,但其基本无法用于民用市场,我国在国产的150HB系列柴油机研制成功后,已成功将其替换。 2017年出口泰国的VT4坦克就是国产的1200马力发动机,第三条路线就是美国的燃气轮机路线,各国陆圈机,本上无人愿意太用,因为坦克用柴油发动机一般有12个单独的发动机刚组成, 可以根据需要正义开启关闭所时的发动机方速,油耗可根据功率进行调节,而燃气轮机只有一个燃烧室,带机和最大功率油耗相差不大。 俄罗斯在T80坦克上装备了燃气轮机后,实在受不了其使用成本,最后全部将其封存了事。 韩国的K1坦克就是山寨美国的M1A1,但坦克发动机坚决不用燃气轮机,而是采用德国柴油机动力。 目前,随着圈电坦克的发展,燃气轮机动力又有复活知识。 如欧国中航工业和坦克装甲兵学院正在合作,研制坦克用1200到1500马力燃气轮机, 为未来采用电磁炮、电磁装甲、电传动的我国下一代主战坦克提供备选动力。 从上述新闻报道可知,我国坦克发动机研制部门,认真总结了德国和俄罗斯的发展路线。 其研制的150HP系列坦克裁油机除了可以军用外,还可以轻松地改为民用。 要知道,开发一个大功率柴油机,一般需要8年左右的时间, 仅用一年的时间就为民用市场提供了柴油机样机, 却可能是军用柴油机的改型。 从该柴油机公司提供的宣传资料上可以分析得知, 我国的150HP系列坦克柴油机最新改型,已用了高压供贵技术, 可进一步降低友好,排放黑烟及噪音也大大减少。 并将该技术转移到民用市场上,该公司宣传,资料还称, 其最大功率目前一提高到1320千瓦。 如果属实,我国军用柴油巴动机最大功率,至少也不低于此数, 达1800匹马力与俄罗斯最新研制的艾玛塔主战坦克柴油机功率不相上下。 当然,由于其技术的敏感性,该民用柴油机的体积和重量都有所增加, 使其无法直接装在坦克装甲车辆上,但生命也大大延长。 但即使这样,其重量也大大轻于国内其他公司的民用同类型柴油机。 据公司资料车,目前柴油机生产线生产能力,为年产500台大功率民用非道路柴油机。 由于该柴油机的居民通用性,该生产线完全能转为战备生产线使用, 满足坦克扩产时的需求,责任编辑。 您的确认性能力,责任编辑。